为什么我们这样说? 因为信佛里面佛法的智慧就是最彻底 众生如果他体解大道法无伤心 如果众生能深入京壮智慧如海 请问他还会不会和你对着赶 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请放掌 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月底的正土餐 你欢喜是好的 当你信佛的时候 遇上有恶因缘 有不如意的事 善果不离 反而是怨亲寨主临门 恶果临身 请问你怎么办 你会不会都问一个问题 我都信佛的 我有参加法会的 有些人还好笑 我有写怨亲寨主 是他很好笑的 但是他所谓的那些怨亲寨主是什么呢 他那些怨亲寨主可能是公司同事 甚至乎可能是亲人 可能是朋友 有诸如此 甚至乎可能是楼下的汉奸 这些全部是在生生勾勾的 然后他说他遇到这些人事上的不如意的时候 他就说 不是我明明有写怨亲寨主 你弄错了 你明明怎样弄错了 假设他是遗难我 人事上令我很难受的那个人 他现在还没死的 现在我排位就写了 多生父母思掌力劫怨亲寨主 我们要超渡那些 已故的 灵界的怨亲寨主 那么他们呢 爬上去 爬上去 他是不是爬上去 你帮不了他 还有你会不会就这样 我就写了怨亲寨主 那他就可能还生气 我们弄错了 你不要想着 写怨亲寨主就好像是 撕了他 扔了他 现在我 摆坏和头走 你吃完就好走 这样叫和头走 是不是这样 我今天要讲就是 你的修行对不对应 你想得的那些善果 你在世间你想得的是什么 现身安稳 安稳从很多方面而来 安稳从什么方面而来 如果你食不充口 依不蔽身 你安不安稳 你不要以为佛教不实际 佛教很实际 不只是叫你一味去求生正土 你如果食不充口 然后依不蔽身 你搞不定 你为什么这么问你 你不懂 懂 懂 对吧 这八个字你懂 那搞不定 那怎么办 布施 是吧 你布施 很可笑的 我常常有人问我 师父我还有什么可以做 你做了善事吗 我已经做了 你不觉得他们常常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问他 那你做些善事 我做了 那你辞了 我吃十日齋 当然有些人说 那我吃长素 我说你现在学佛才吃长素 但是来的时候 可能你的资产 即你那个福报的资产 是负数 你现在才慢慢填那些负数 你在一下子 你想立刻好 其实很难 我们最惨是什么 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去恨别人的善果 说得好听就叫恨 善慕 说得不好听 是报忌 为什么别人有这些善果 为什么我没有 为什么他家里这么和谐 为什么我不能 为什么他吃素 又这么愚意 为什么整家人都信佛 还有很多 为什么他经常都升职 为什么我遇到那些都不好 没有那些上司 我告诉你 你不关于转工事 你转剧也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自己的恩缘 善的恩缘未到 那怎么办 有没有可以吹谷的 好像教你吹吉避空 有没有可以搞的 有的 第一样东西 你自己要知道 你所做的 对不对应那个 离苦得乐的善果 你应该问一下自己 现在你还苦 你够不够不是我说的 够不够是你自己说的 你觉得够不够 如果不够就是你继续 不是迷不迷信 是你现在好不好 刚才说了 第一样东西 现世的层面 食不充口 衣不蔽体 搞不定 那你暴施 善因缘不够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善因缘不够的时候 我们用不用世间的方法 还是用佛法的方法 很多人就用世间的方法 善因缘不够的话 用手段 拉拢人 拉拢人 我跟他多聊两下 然后鸡腿打人牙教员 请他吃饼 请他吃糖 好话不好听 你跟他没有因缘的时候 你请吃什么都没用 你不觉的吗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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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的吗? 你有觉的 你明白的 不是这样的世界 原来不是这样运作 那你用佛教的方法是怎样的? 好了 今天你们都是想不明白的 我还是要忍一下经给你们听的 简单而言 其实在《无量寿经》里的卷下 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有五大痛五烧五恶 如果你在这个世间里面做这五事的话 你就得五大痛五烧五恶 是什么五件恶事呢? 其实离不开杀道淫妄 然后愚痴不孝 不敬沙门等等 这五样东西 杀道淫妄 四样东西 然后最后那样是什么呢? 愚痴 愚痴的体现包括就是 我不明白因果 不懂因果 不知道作善会得善改 然后不孝父母 不敬沙门 不敬尊长 这些 这样叫做五恶 因为你在世间里面行五恶的话 你就得五大痛五少 然后三徒自然 知道什么叫三徒自然吗? 因为你在世间里面做杀道淫妄 不孝顺父母等等的恶业的缘故 第二天我们的恶果就会是 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三徒 好了 如果 你现在想好 跟正土产有什么关系? 他说 如果你于中 能够一心制宜 不作众恶 然后一心行善 你用世间善法 你很明白的 我们放在仁天的善果上面 还记不记得 如果我们来 杀道淫妄 就得一个基本的人的善果 补人生 不落三恶道 但他里面还说得很清楚 他说你一心制宜 不作众恶 还有什么? 专心行善 专心行善 你不在这五方面去做这五方面 然后反过来 譬如说我不杀生 还有呢? 不杀生 不吃肉 你会不会慈念众生 慈念众生可能做动物的保护 甚至乎慈念众生 你们真的很搞笑 慈念动物类的众生 但是不慈念人间的众生 好了 就算你慈念人间的众生 你只是慈念你自己亲的众生 你不慈念那些恨的众生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很害怕的 我恨他 他好? 他好我不好 是不是? 不是他死而我亡 好了 你平时拜忏拜到最后 麻烦你有没有留意 有三归衣 好了 三自归的时候 他里面说什么? 自归衣佛 当完众生 是不是? 你自归衣法 你也当完众生 自归衣僧 也是当完众生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因为信佛里面 佛法的智慧就是最彻底 众生如果他体解 大道法无上心 如果众生能够深入京壮 智慧如海 请问他还会不会和你对着感 所以你在祝福众生的时候 你没有泄底度 怎样为之 你不做这五恶 尤其是你们万依那些 杀盗人网 你现在在自识中 你停息去做 你不再做杀盗人网的事 但是我们争是争什么? 我们没有在当中一心制意地 专去作善 我们争这一样东西 你有没有发觉? 是不是你持五恶 是不是你持五恶 你有持到的? 但是在当中再做多一步 去积资良 你只不过是持恶 我持恶 但是我没有行善 这个是你要想的问题 佛弟子 啊 啊 你们啊佛弟子 是不是你持五恶 你持五恶 你持五恶 慈念一切众生 那别人见到你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你宽容些 会啊 你很明白 你有没有同情心 有 但是对不识的众生就更同情 识那些 识那些 是不是争那些 你硬着就发不了 不要紧 教你一个最彻底的方案 三自归 自归依佛当然愿众生 是不是 然后你想他看佳大道 法无上心 你想他深入京壮智慧如海 是这样 好了 但是其实呢 《花严经》正行品里面 它是这样说的 它是用笑龙佛种法无上心 笑龙你知道为什么 我经常都说 笑是成继 龙呢 就是兴旺的意思 振兴的意思 好了 我们现在说过的 你不杀生之余 你有没有在当中 一心要去行善 专心制意去行善呢 这件事 对于你来说 再进一步的时候是重要的 就不只是忏罪 不只是止恶 好了 你就要去积累多些善的恩怨 那怎么积累呢 我们说 其实你就从这些 当愿众生开始 怎么慈念众生呢 就是 你天天你自己早课晚课 三归衣的时候 麻烦你思考一次 尤其是在哪里可以发挥作用 麻烦你去观赏你那些仇家 这件事很难的 你去观赏 去祝福你那个 跟你不一齐的 甚至跟你对着干的人 其实很难 你祝福他 但是我告诉你 你祝福他 你是没有产底 不会他好了 你差了 你试问 你想想 如果当他能够 少龙佛总的时候 他来护持你都不得止 对不对 他怎么会更阻礙你呢 如果他能够深入精壮 智慧如楷的时候 他还会不会跟你对着干 他还会不会这么愚痴生气 他那些贪亲知我慢 我执的烦恼 他就不会的了 在道理上你明白的 但是去到那一刻 真的要你真心祝福他的时候 那怎么办 教你一个方法 不是不行的 你一样是祝福这个众生 但是对应着他的问题的时候 你这样去祝福他 如果他是愚痴的 你希望他深入精壮 智慧如海 如果他是暴虑的 你希望他可以看解大道 法无上心 为什么用这两个 他愚痴就深入精壮 智慧如海 但是为什么他贪着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看解大道法无上心 他自私的 他只是顾自己 但是当你发无上心的时候 什么叫无上心 无上心就是菩提心 你愿他发一个 自己成佛到众生的愿心 他就慢慢由自己 正是self center 就变成我愿到一切众生成佛 你可以这样祝福他 然后人是一面镜 对的 你恨他的时候 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面子也不方好的 所以你不要赖别人 你明白吗 这些是你人生里面的经验 你不要赖别人不尊敬你 你不要赖别人对你不好 或者对你不够好 不够尊敬 其实你当下的面子就是 我不欢迎 你不觉得吗 和你很欢迎的时候 你这么有分别 我欢迎你 但你说很难 我无端端 强制笑容去欢迎他 你就从你自己早晚功课入手 他已经是令你投行到影响你日常生活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开始从你早晚功课入手去处理 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需要 那我就真的发起一个平等心 我希望法界众生都是深入境状 智慧如海 替皆大道法无上心 你就没什么事 是吧 但是我们很搞笑 我们是反过来的 平时你的回向是怎样 只是focus去回向自己的亲人 我希望我儿子勤勤力力 不要终于黑食 我希望我女儿就嫁着好人家 你只是想在这一方面去着手 那你不会好的 原因是什么 不是不会好 是不会够好 你也是贪着而已 对吧 除了这一方面之外 你多做一点 做多一点 你说我想回向女儿好 回向儿子好 你怎么办 那你就想一想 我做的东西够不够 够不够资粮去令他够好 不够的话 不够的话 你就努力埋头去继续做 明白了 好 我们将今天 我们礼探的一切功德 会向诸位 能够探除一切业障 于临命中时 遇知时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顛倒 遇入禅定 弥陀世智观音菩萨等等 前来接人 我等登上宝台 得生淨土 与诸众生同等彼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给你看到的是 你可以接受理解的身上 目的都是 开示你佛的知见 然后令你这帮凡夫众生 入佛的知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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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